你今天想要亲近阿弥陀佛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不修行行吗 是不可能的 所以修行之前 地藏菩萨教我们发什么愿呢 发什么愿呢 这个很重要的 就是教我们发忏悔的心 发一个忏悔的心 那为什么要发忏悔的心 要发忏悔的心呢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要警惕我们 提醒我们 无论在一切处一切时 你要觉悟啊 你要觉悟 你要警惕自己 因为我们是反复啊 在这个五拙恶是拙恶的众生 拙恶的时代 再加上我们的业障身中 你不忏悔是不行的 所以这种的愿力的忏悔心 这种的忏悔心 我们念佛法们称为什么 称为这菩提心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道理的 每天 无论你在哪里 你不断的都在忏悔 不断的都在忏悔这个心态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一部经又为我们启示这个道理 那我们一定要好好认真地学习 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内容 最主要性的 对于我们学佛的人 特别对我们念佛的人 有什么样的大的帮助呢 这个是第一个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像我自己本身 每天做违像的时候 都是有这种的心 不断的去忏悔 不断的去忏悔心 用这种的心来提醒自己 我今天有没有做错 从我的身口一三夜 我没有去犯过事 我有没有犯一些的 不该犯的仇 像我每天晚上在想 我为什么要到这个时代呢 我为什么到这个世界来呢 死方诸佛国土 这么多的国土 我为什么不去 西方极乐世界 有无尽的庄园 无尽的美好 我们为什么不到西方极乐世界 为什么要到这个世界来 五亮节以来 生生世世 都在这个六道轮回流浪 我为什么无法脱离这个世界 你能够去反省 你能够去忏悔这个道理 你就能够找到这个因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受的果报 我们现在在这个身体 在这个生活里面都是果报 有果必有因 有因必有果 你能够用这种的忏悔 用这种的忏悔的心态 不断的去反省自己 不断的警惕自己 不断的去提醒自己 我告诉你们 你念佛一定成就的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 地藏王菩萨在这一部经 教我们学佛的人 你要发这个愿 这个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样讲清清楚吗 这个所以从今天开始 你要发一个愿 从今天不断的发愿 每天要发愿 发什么愿呢 都是跟你自己生活有关系的 跟你生活有关系是什么 你哪个地方最大的弱点 你从这边下说 你发这个愿 你将来会进步很快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 学佛最大的原因 在这一部经里面 为我们做了一个提示 提示